我現在呢 在前往ECOLANDS的路上 我們過來的方式就是 到那個紀州的室外巴士總站 然後坐730號 然後他就上車 然後你上車你可以跟他講你要到ECOLANDS 然後你就可以刷你的TMANIKA 然後呢他的位子呢 他其實我查了一下 其實大概要搭一個小時又二十分鐘 但其實他們開得很快 我們大概五十分鐘就到了 所以不要睡過頭 然後他們會有那個提示 所以你其實不用擔心 你大概就記他在紀州石頭公園的下一站 就是 然後下來之後呢要走一段路 就享受大自然吧 哇我們已經來到了ECOLAND欸 聽說它裡面有很多小火車 可以載我們到處看喔 那我們就進去吧 位於紀州島中部的ECOLAND 是一個戶外踏青休閒的好去處 也是紀州島唯一以火車當作主題的休閒樂園 營業時間從早上8點半到下午6點 冬天則是開到5點 園區內共有7台英式小火車提供接駁的服務 讓遊客往返於戰友站之間 而乘坐火車也是整個體驗中最讓人驚豔的部分 坐在車廂內就可以直接零距離的欣賞自然的美景 而且又不怕被太陽直射 整個路途中微風徐徐的吹來 是非常舒服的體驗 整個園區一共分4大部分 分別是生態走廊地區 湖邊站 郊遊花園站 還有薰衣草綠茶玫瑰花園站 每個站都呈現了各自的風采 絕對不會無聊 而且我保證你拍照就可以花掉一個下午了 等等就跟我們一起體驗吧 我們到了生態走廊地區囉 這裡有瀑布是不是我聽到瀑布的聲音了 好吧 它應該算是潺潺流水 但竟然還有人在許願耶 天啊 欸 對 這是錢 這是錢 我還跟他想說這是什麼 這是不是 好啦是啦 是錢 而且你看這邊有一大片的湖耶 他們是在進水耶 這裡有介紹一些湖水的進化的過程 我們要走去Lake Side Station了 湖邊站 這真的是少數我覺得很開心 然後在戶外的經驗 因為真的很涼 超涼的 而且 你看你一轉過去就是湖水 哇塞 到底是什麼啊 好好奇喔 哇塞 欸這邊很 可不可以去玩耶 感覺很像是那種卡丁車 但好像沒有開放 我哭 像在噴水 你們看這個好漂亮的建築喔 它是什麼 它是廁所 我錯了 原來這邊也是一個車站啦 那算了 我們去 我們去看風景囉 哇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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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嗎 玫瑰 這邊真的是 只要沒有照到太陽都很亮 哇塞 看一下看一下 這邊是最棒的景觀 而且火車來的時候 你也可以這樣看得到它進來 他說下一站是野餐花園站 我們要去野餐囉 這邊也有羊馬耶 這邊也有羊馬耶 這邊是另外一個步道的入口了吧 我想 這邊是很自然的步道耶 你看它沒有鋪石頭也沒有鋪木頭 走吧 又呈現了一個非常自然的狀態 這個呢一堆看不懂的字 好啦 這個 勉強算看得懂啦 踏上了神秘的步道 幹嘛 我開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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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開始 綠茶玫瑰園 你看它們好可愛 還好啊 一走進園區呢 就可以看到由香草 玫瑰 綠茶 所組成的歐式庭園 而走過神秘的圍牆後 便可以看到薰衣草花園 和一片廣闊的草原 園區裡也有販賣簡單的茶飲和甜點 冰淇淋的口味蠻好的哦 值得一試 告訴你一個好地方啊 只要走上二樓的觀景區啊 就可以把所有的美景都一覽無遺哦 因為季節的關係啊 薰衣草綠茶玫瑰棧 冬天是不開放的 打算前往的朋友要注意哦 這裡是薰衣草 不過我們來的季節應該不太對 所以現在只有一點點紫色的 我覺得這邊非常的棒耶 因為他們除了你出來這邊可以來散步啊 對啊 也不怕走很多路對不對 所以他就幫你準備了小火車 然後你可以在這些景觀的時候 你可以自在來散步 然後拍照 你可以拍很多很多的照片 而且他的園區有分很多種 什麼湖啊 還有各種水景啊 還有他一些棗木屋啊 一些設備 我覺得都很適合拿來拍照 對啊 你如果本來就很喜歡大自然的 這邊一定是一個很棒的地方 如果不是的話 那你也可以來體驗小火車啊 很棒 好 如果呢 一陣五顆星的話呢 我給他四顆 4顆 遊戲 5顆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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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顆星